今天直播有很多新品 我一樣會混搭原本的小王寬商品 一起搭配 前幾天在日本的時候就已經有分享很多討論 還有這件也是 上週有一起混搭這個 有混搭牛仔裙還有牛仔褲 我今天搭配的是全白色的牛仔褲 然後最新的這個包包 昨天有先PO 這個包包呢它是比較大的圖特包 然後裡面空間很大 空間超大然後質感很好很漂亮 因為像這種型的雖然外面比較多一點 可是呢你可以看喔 它細緻度在一個地方 在它這個型 它不是方 然後它的旁邊這個地方角度 是比較 不好意思 它是比較有點圓弧狀的 旁邊都有選過 我覺得它顏色跟車線質感都很不錯 然後它這個旁邊的五金 它的那種材質也很好 那裡面呢它的隔層 還有這個 這個地方有隔層 然後這個可以扣起來關起來 然後整個整體空間還比較大 那對我來講它算是比較大包 但是我們旅行 或者是工作有時候比較需要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用 是比較大包寬的 就是 極簡風的感覺 然後全黑的 然後這個包包 我明天還會再把影片給大家介紹 然後這一次想先讓你們看一下 它的那個實際的感覺 而且它最好的地方 它是非常輕 我覺得這一次我帶去 我覺得非常喜歡 因為它東西真的可以讓我裝很多 我真的把我自己墊都放在裡面 好 好 等我一下 來介紹我身上的這一套 它可愛的地方就是 它是夾兩件的 然後裡面啊 這一件它可愛的地方 就是它是做這種夾兩件式的 可是夾兩件式的 大部分裡面這一件都是做綿的 或是衛衣的那種材質 但它是做整直的 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是很細緻的那種整直 很舒服的 然後做拉鍊式的 然後做拉鍊式的 所以它不能拆 它就是夾兩件式的 然後我等一下往後退 讓你們看一下它長度 然後它的有點 微oversize的感覺 的西裝外套 然後長度是蓋到屁股 屁股的大概三分之二的長度 我覺得很剛好 不會太長 然後又看起來很顯瘦 這個 因為它 這個我覺得它 很好的地方 我覺得很適合 有點原生的女生 因為它穿起來真的會蠻顯瘦 然後會做一個層次感 那因為我現在如果全白的話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就很乾淨 然後你下面下半身啊 其實你配深藍色牛仔褲 或是像我最近很常穿的 安可拉紅的牛仔裙啊 或是西裝褲 搭配都很好看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旁邊還有這個繩子 那這個是帽子上的繩子 然後我都會直接 讓它隨意放在旁邊當造型 然後它是有口袋式的 這個質感也很好 很鬆 它的質感很好 然後它也是穿起來有點微鬆微鬆的 所以真的很冷的時候 這樣真的會比較冷的時候 你還可以裡面加一個比較圓領式的 然後Fally 我覺得就是在台灣上非常好用 因為它就是兩件式的穿搭 可是它是 兩件式加兩件式的 所以跟你只討一件 所以其實還蠻涼爽的 那你冷的話 你自己在裡面來另外加就可以 然後往後退讓你看一下 你們注意看它的那個 腰線方 它是做底直的 所以看起來很熟身 好 OK 好 熱賣的這個T恤 這個T恤 它是修繩的 它其實穿起來是比較 拉一點 比較合身 但是我發現很多 朋友這一件 很多回購 其他顏色 我才發現 聊過之後才發現 大家會把這件當作上班的 搭地去穿 然後很舒服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因為它是藍色嘛 我想說 搭個不一樣的顏色 讓你們看一下 可以稍微有點 運動風街頭感的 通勤 然後很通勤的那種 上班的搭配 我就穿給你們看 等我一下喔 好 現在這個 它是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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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藍色 然後它這個地方 扣的可以全開 然後它就是自動的 很修身 所以看起來很顯瘦 等於這件 如果你喜歡這種 合身感的 我覺得整個人會看起來小一號 可是它本身是合身的啦 但它彈性很好 然後 我這件啊 就搭這個裙子 我稍微折一下 就會稍微接頭感一點點 就輕鬆一點 上班穿搭 長裙 它是有一點 軟的牛仔 的裙子 所以它還有深藍色 它有深藍色 所以 它這個搭配上面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自己 自由搭配 然後這種 這個T恤 你要配棉褲啊 或是 運動一點點都可以 還有牛仔褲啊 西裝褲都是OK 然後 這個 新垮的帽子 前幾天我已經有發那影片 那它的這個 老帽式的 然後旁邊後面一樣 是可以調接 它非常的好搭 然後 也很 我覺得不挑人 然後它的帽性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領會小 那你就稍微順一下 頭髮就OK了 那我本身的話 裡面它有附一個 帽子的 紙 我基本上 我都會留著 就是可以讓它 keep住這個心 但基本上它是老帽 所以我覺得 不用太擔心 像我出國後 然後我也是直接 壓在那個行李箱裡頭 所以它是OK 我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這種很輕鬆的感覺 這個 那個 有點天冷 像 我在 日本的這裏 天空說台灣是突然 中降溫度 那我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也是 它在那邊的話 就是 嚇滿多天雨的 所以有一天突然也是 下很大雨 之後隔天突然變很冷 所以早上有城堡的時候 我就 還好有戴這件 這個羽絨外套 然後我可以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然後這件它的羽絨外套 我之前已經介紹過 它是做莉菱的 它這個地方 我很喜歡是 它是冰沛這樣 所以運動啊 出去幹嘛 你可以東西都放在這裡 然後重點是 它旁邊是 有做那種太空棉的感覺 在 酸酸 撲棉外套這種 因為它這個形狀 我都會加羽絨 我再加撲棉的 那基本上以台灣的天氣 我覺得已經很夠用 之外呢 我覺得很顯瘦 撲棉外套 要顯瘦 真的不容易 然後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它是做短板 它的短板是超過鋪頭的 所以我覺得很顯瘦 非常 很優質 那一樣它側邊 裡面都是有 拉鏈口袋的 所以你東西不怕掉出來 可以給你們看不同的搭配 再來是這個套組 衛衣套組 因為天氣有點涼了 全新的秋天商品 都已經開出了 它是拼接式的 這個 衛衣的部分 它是拼接式的 它在袖子的地方 有做隔紋 很可愛 最近我很喜歡這個 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是早上起床之後 我最喜歡早晨起床 吃早餐的時候 就穿這一種的 很舒服 然後完全就是很輕鬆的感覺 而且它重點是 我覺得會遮到大肚子 所以它這個真的很舒服 它這個是一整套的 然後裙子的 腰頭也是鬆緊帶 所以完全不用那一尺 尺寸非常友善 然後裙子呢 它也有口袋 完全不是一尺 這個藏藍色的套裝我很喜歡推薦 尤其是如果喜歡整體同色性搭配的Tono 這件是非常好用 你就直接穿出門就好了 然後藏藍色最重要的是什麼好氣色 就是每個人都一定OK 它是做很可愛的手袖 手袖這個地方是夾兩件的 所以它是直接縫在外面 所以它會有格子的感覺 很可愛 我往後退 然後衛衣的部分啊 它是屬於蓋到屁股中間 那它這個地方鬆鬆的 然後下面有做縮口 那一般我會折一點點 讓大家看一下整點心 這邊 這邊 這個很適合秋天的穿搭 然後很簡單 然後又很輕鬆 回首休閒感覺 然後它的頂頭 它這個布料呢 它裡面沒有刷喔 所以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這時間可以刷蠻久 然後往後退 再拉這個腰頭給你們看 好 這個 接下來呢 是這個皮群的部分 皮群的話 它做夾兩件 那夾兩件的話 對不起 是蒸兩件 這個是蒸汁 這套組 這一組 目前是本週賣第一名的商品 然後它這個 大家都感覺到 氣溫走降 那這一組呢 它是真的有毛料在筆頭的 就是它就是真的整直 有毛感的 那穿起來的話 就是真的會有一點保暖的效果 它在這組有很多顏色 有很多顏色 有很多顏色 那它我這次配的是這個皮群 然後有兩個側油膜帶 然後有兩個側油膜帶 我先单纯给你看 这个是针织然后它的弹性 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 然后它里面是配一件这样针织背心 然后配一件这个外套往后退 然后配一个小小峰的高分鞋给你看 这很简单 这个套组基本上谁都可以 然后很多颜色你可以自己选 那我自己最希望你们选的 第一个颜色我觉得是灰色 因为真的很好搭 整体看起来 风吻感比较强一点 所以要非常好搭 灰色这个灰色我觉得质感很好 那我配这个皮裙 是宽的松紧带的这一款 那它这个腰的话也就是 frecise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长度也可以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啊 侧边有抠袋 这个针织呢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搭配 西装裤啊 留在裤啊 然后之前搭买的那种套组的导裤啊 其实都很好看 所以不用太担心 那如果家里面有简单的单品 就可以露向我拿 那像这个比较简单的素面的 你这个丝巾 还有你的手饰 项链都可以拿出来用 再来就是 我现在配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 招牌之一 它是传领的T恤 它穿起来就是会有点类似像伊智林的效果 那它的材质是比较薄的绵梯 那刚好我这件秋天可以拿来使用 在 如果你想要搭配那种 肖像风的 这种背心 天气有点凉了 原本只是单穿 然后你想要一起搭配的话 你就是搭配这种 简单的素贴就可以了 那我应该配这个皮群给你们看 我现在就把这个皮群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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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最簡單的這個傳靈 我先把這個脫下來讓我們看一下傳靈的效果 這個傳靈的這件T恤 大家可以必買 還有粉紅色 米線色 黑色跟神灰色 這個很好搭 你可以當上班的通勤搭地上衣 它是微鬆的 所以你們都不用擔心 上面有完整的指吞表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這個小巷峰的質感很好 這個顏色是很美 因為今年才有些暗格啊 紅 但它是有點偏紫一點點的小巷峰 上面都會有一點點流蘇感 很美 然後開始很好 我往近一點點幫你們看一下 扣子的效果 OK 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那這個扣起來也可以不扣都OK 它這個水感很好 可以參考 然後這個再來是上上週的新品 很漂亮 好像搭配這種裡面有打底的 然後再冷一點可以搭一些木耳邊的內搭 或是高領毛衣啊 整支都可以互相混搭 再來是新款哈佛的那個沙爾文的帽體 那我的身高的話大概是會可以幹到屁股下緣 所以我會直接搭內搭褲 那如果個子比較高的朋友也可以搭配那個 現在我們上次都有在賣場裡面可以加購 就是有這種衛衣神器下面有多一片裙子可以讓你搭配 然後就是有點像襯衫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那個很好搭配 然後或是你可以搭配自己的白色T恤 但基本上的話我大概155 那我大概我覺得可以幹到屁股下緣 然後你們可以參考你自己的長度 基本上我是覺得還蠻OK的 因為它的顏色跟它的花灰色的那種衛衣 太經典了 這個很好用 然後我就搭配新款的鯊魚褲 那種瑜伽褲搭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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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个 它这个颜色配的也很经典 然后配花灰色 然后我会搭一个白袜子 直接搭内拉裤 然后脚袜子球鞋 是最经典的 这种冬天秋冬的 这种大学厅MOOC 就是它会比较轻松一些些 如果再冷一点 可以配个大衣 也很可爱 也OK 然后配个棒球帽 然后它这里面是有刷绒盾 所以现在穿的会比较热一些些 可是喜欢的话可以先背起来 就是很可爱的整体的造型 然后这样重点是 我觉得它比一般 我唯一的草一些些 我很喜欢 最新能不能移 就是目前为止里面 卫衣里面 我觉得长度 我觉得真的蛮刚好的 然后你下面也可以配 就是展一点的棉会OK 或是牛仔会OK 看你自己搭配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 就是搭这种 内达裤再加MAS 很轻松 就会觉得自己 比较减零的效果 这个呢 下周会有新品 这个肩裤裤 松紧在后面 它这个版型 我觉得穿起来非常瘦 喜欢那朋友真的不要错过 然后先配这个 很好看的 这个毛泥的西装外套 它有点厚度 它真的很好看 它是短板 然后腰会修神的 版型偏小 我是穿的M 它这个整体的氛围 它还有它的这个细节 真的很棒 然后这个皮裤呢 它中间有一杠 这个会比较造型一点点 然后整体上面 我觉得它很显瘦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然后可以加一点点 咬尾从 一样 就先把它砌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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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你看它整體的褲子形狀 然後往後退的時候可以看看腰間還有臀部 它臀部有大概夾寬一些板型偏好輪褲 所以我很喜歡因為皮膚最怕就是看起來胖 它穿起來很舒服 你完全不用擔心它可以穿得舒服 因為它後面是鬆緊在造型的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我穿配後勾跟鞋給你看 可以看到它是做搞腰的 然後這邊形狀跟顏色 我覺得是超完美 目前不覺得我找的那個皮膚裡面是非常合我心理的 因為臀部也照顧到 然後腰的地方也照顧到 很容易吃東西未塗幹嘛的 你不要找這種鬆緊帶 不小心不會不舒服 好 我配這個斜紋外套 很舒服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風格 因為它這有點偏英文風的效果 然後它的格紋也會讓你覺得是比較經典的 久一點點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質感 可是它又蠻內斂的 就跟人家不一樣 可是它有修繩 我覺得整體狀況是 我覺得就是會比較低調 奢華感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整體發配的感覺 OK 卡其色啊 咖啡色的針織 都可以直接混搭 皮革的真的配針織 真的非常的 可以混搭的很好 因為它比較帥氣一點 然後加上針織 它會柔和化掉 它的針織 比較實貌目瞪的感覺 剛剛穿的是寬的裙子 長裙空的 然後我今天穿的這個是窄的枝筒裙 然後我穿的這個尺寸是S 那它版型對我來講的話 應該是說它 因為它沒彈型 所以我會建議 譬如說平常穿X的 直接拿片 會比較舒服 然後呢 它這個 整體上面是指頭的 所以我覺得很顯瘦 但是你尺寸要直接往上拿也好 會比較好 然後超級安 今天 直播裡面我覺得 必帶著這個雙品 質感很好 羊毛的針織衫 開衫已經出來了 然後它厚度不會很厚 它是這種薄的 所以很好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敢嘗試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綠色 超級美 東方人 穿這個顏色會看起來非常白 跟嫌棄色 然後比較特別一點 但它還是有其他顏色可以選擇 那它版型比較長的 所以你可以當小外套也可以當 針織上衣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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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有配個同色系的皮帶在這邊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往上一個四寸 然後你會覺得比較大或什麼都可以調整 我往後讓你們看一下它的長度 顏色很美 這個裙子 它是直筒的 我甚至可以打球鞋給你們看 它就是還蠻混搭的 我覺得很好用 那整隻它就是微鬆 可是呢 它長度大概是正 然後我就會一直弄很好當 我就會稍微摺一點 摘一些鞋 所以很簡單 你要看一下圓領 或者是直接拉開 這樣有點微逼的感覺都可以 或是 這樣搭配這種 這次去日本我有帶這一雙 這雙它是很經典的這個馬婷後這邊 後面有跟的 它的跟又不會讓腳算很舒服 非常舒服 拿圓尺寸就好 然後它是小方 小方跟的 小方 炫頭 小方跟 很好走 又很舒服 我很喜歡這一雙 它很好搭配 尤其是搭一些 像我這皮革的搭配也OK 然後我這一雙 我很常搭一些 西裝裤 整體氛圍感 然後還有那個 深藍色的車線牛仔褲 所以整體會比較英文 封一些鮮 正在在最新鮮這邊 在最新的這個 灰色的毛衣 它是很基本款的針織 它是會有一點 它可以混一點線的針織 然後做圓領的 它其實基本上是小傷風的感覺 整體範圍不太一樣 我也讓大家這個牛仔去給你看 這個有點女人味的 它的金扣會比較明顯 它是搭配很低調的灰色針織 旁邊也有這個長口袋 它的長度大概是 褲頭下面拉臉一半的地方 所以就是很正規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隨便搭T恤 然後搭地的 然後冷一點點可以搭821 821就是很簡單高齡的 針織都可以自己再混搭 很適合就是現在這個天氣的 然後涼一點呢 你就可以搭配白色的短褲啊 花包褲啊 很簡單的針織短褲也都可以西裝褲 好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老捆斗的啊 它穿了大概 應該不下 應該有100次了 但是呢 這一款真的是目前過千款 真的是每個月都賣到不行 那因為這個pitch呢 我覺得搭這個 我覺得是全新的秋冬套組 因為夏天的話大家通常認識這一組的話 都是跟白色短褲花包褲那一組一起認識的 但是我覺得冬天的話秋冬 你配這個pitch也非常好看 很時髦 我覺得蠻俏麗 可是又帶點個性的感覺 像這樣 這些膽雜襯衫就很好看了 然後它其實有配個披肩 就會更有造型感 這個我度假也超愛用這一組的 因為這個真的是上 照相也非常好看 因為看起來比較糊糊一點點 會有造型 然後因為有披肩 所以整體的造型感 就是還蠻重的 就是分文感蠻強 所以感覺就是會有小打扮的感覺 然後整體風格也會比較經典 這不會推流型的 然後我配一樣裙子跟這個樂服鞋給你看 然後整體風格也會比較輕鬆一些 然後整體風格也會比較輕鬆一些 我覺得這個太好用了 然後它有深藍色跟淺藍色 就看你們自己喜歡 這個氛圍不太一樣 深藍色的話它是配深藍的瓶頸 然後往後再讓你看一下 它整體感喔 就是真的很特別 像短板的 然後配紙頭巾 穿起來真的很顯瘦 然後我接下來換最後兩套給你們看 我們之前有搭配過全黑的針織 然後加上這個雷絲的這個裙子 那雷絲裙子是套組的 那我就分開讓你們搭配 因為它這個很簡單的搭配 女人味的單品上面有搭酥一點點的 然後做鞋尖的搭配 就會搭配這個針織的部分 那這個雷絲裙就會很女生 可是它整體看起來是很女人味 但是我覺得會比較修行一點點 這就是我們很漂亮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雷絲 可以做到的 看起來像不一樣 所以我們先來看 也要玩的 那就是雷絲 一起去那些雷絲 不是雷絲 是雷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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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針織呢 它套笨我們還是穿這種戴人裡面 它是有點鬆鬆的 然後你可以一直拉 但因為很黑嘛 因為現在直播上看得出來 都算很質地 但你可以看一下稍微看版型 但它其實看的時候會看到蕾絲有點籠空的感覺 但不用看它上面是有做粒子的 所以不會破包 然後呢 最新的 飾品 這個 這一新的飾品質感都很好 然後也會有一點重量 很美 然後它是可以調整的 它可以往內凹一些 調整到你的屬性 那 因為想冬天 冬天的這個造型啊 你就會想要有一點點看 是不是 差很多 就是它等於是一個裝飾 然後很簡單 流線型的 往後退 那它這系列呢 我覺得它的質感 更以往廠商的話 我覺得再貴一點點 但是它系列的質感也很高 然後 拿起來的重量稍微重一點點 但是它也不會到不舒服的那種 顏色很美 所以很推薦你們 喜歡的話可以參考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飾品 它下面呢 這個裙子啊 它是那種彈性式 很舒服 然後 尺寸的話 不要配件ACM的朋友們 去購買 比較適合 再來是超盲款 這一款呢 顏色真的非常漂亮 我搭配兩組 讓你們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的材質也是比較軟硬硬硬硬的 流感襯衫 很舒服 然後 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喜歡當襯衫啦 它基本上是襯衫的款式 但是呢 有時候我也會把它當照衫 那我會搭配兩種的方式 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搭配這個最新的 因為白色就是配卡丘 這個安可拉紅 非常美 整體氛圍感很好 有時候可以打拾一下 我可以打算一下 不要太難了 我可以打拾一下 這個時候來兩個時候 要不要出現 我的手指 你去打拾一下 就會打拾一下 我押一個最新的 我來打拾一下 我可以打拾一下 這個 這個 它是 它是份量比較有一點點的襯衫 修款的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小小的毛毛 可是它的毛毛很少 幾乎沒有 可以看一下 然後有仔布的質感超好 這件真的很值得戴 然後它的那個挺度呢 我穿起來你們就可以感覺到 那這褲子之前都有介紹過 褲子是有附這個皮帶的 這褲子也是很好用 然後是落地寬苦 然後我打配小白鞋 米色的厚禮小橱鞋給你看 因為它的整體看起來很寫瘦 看起來很高 這個襯衫是比較甜一點點的 它的就是材質很好很舒服 你拿到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然後可以看到時候賣場讓我們看一下細節很美 然後它會穿起來有點份量有點重 因為它整個版型上面看起來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車線也看起來很立體 然後我搭配這個顏色我覺得很配 我好像推讓你們看一下整體 那因為這個啊 其實它我覺得也可以當小罩衫的外套可以穿 然後整個扎進去也可以當真正的襯衫 就是很值得戴的這種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CP值非常高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件 可以再來搭配這個 我最喜歡的銅色系搭配 一樣搭我們的車線 因為之前我就是有搭牛仔外套配這個 這個 那個 我們周一一起用就好了 好 反正呢 這個牛仔褲呢 這個 我是另外配的 像這樣子的 花紋的這個 皮帶 因為我想要讓它整體看起來比較有曠野 或者是比較原始牛仔搭配的那種感覺 很時髦的整個氛圍 然後同色系的 那因為之前配的是外套 然後如果喜歡襯衫的朋友 因為它的顏色啊 就是其實真的很近 可以直接這樣配起來 那小罩衫之前那外套也是大手快 那如果以前喜歡牛仔襯衫的朋友們 也可以 如果你已經購買了 你可以參考這個 一樣在幫它配一整組 那我先配一個蜂衣 讓我們看一下蜂衣混搭 這個牛仔布跟這個 安格拉的顏色也很好看 所以我就是整體讓我們看一下整體的氛圍 卡漆 安格拉紅跟照藍色 我覺得三個剛好是一起的 那因為今年這大日色就是這個 這個 復古的深藍 還有這個安格拉紅 然後還有 聰明綠色 比較深的綠色 那這三個顏色我覺得混搭起來 真的太很精彩 非常美 很我覺得很歐洲的感覺 那這個 封印之前都介紹過它還要黑色 那因為它這款呢 布料有點缺 很快就會 顧過正常 所以 這幾週 這兩個週 都會有點延遲 那我們就有通知大家了 那大家就稍微等一下下 因為來到我們真的會值得 因為很好用 然後第二點它很鮮瘦 非常不會 不可能會 退流型的那種關係 OK 好它這個整體 整體的那個顏色 就是很漂亮 我等一下再配那個 牛仔加牛仔 它配這個 顏色是超級無敵配的 我真的很喜歡今年的這個 從老前鋒前兩年 開始燒到這兩年了 我真的90年代的這個風 我覺得是 我本人最喜歡 因為它真的不會退流型 而且 每個人穿都會很瘦 然後得體嫌瘦 然後好用實用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對我們每個人都會的 效果 這是誰 我可以看 兩棒 到底你拍攝 我的手 但是 我 可以 这个颜色是超级美 漂亮的 整体配也超可爱 然后我配这个乐福鞋给你看 因为自己穿整套都觉得自己买帅的 有点比较摩登的感觉 然后呢 深蓝色 如果家里妈妈们也想要更够 然后不知道怎么选颜色 因为深蓝色真的是全王 白色跟深蓝色就是最减零 现在就是亲手女的时候 就会非常在意这个 看起来要简单干净 然后减零的效果 然后配这个会更有氛围 就是它整体感觉更有那种 就是狮猫牛仔的那种摩登感 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再看一层的摩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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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红色系就是会看起来很整齐很干净 然后也会比较有气势一点 所以我还会很喜欢这种混搭的 这种不同单品 可是我把它配在一起的套组 就会变得比较独 像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套组 那我将整体的搭配给你们看 有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 那因为明天的话 我会先提供大家清单 然后有一两个商品呢 是下周才会上新品 我忍不住先给你们看一下这样 那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们 OK 谢谢你们 晚安啰